好 諸時視頻論員朱學恒 在晚間被台北市議員鍾佩君指控 在去年的一場犯局中 他無預警的抱住 他還有牆滾出現了性騷擾的情況 而登罪這樣的指控 朱學恒晚間 立委無一定正在開直播過程中 也對此有回應 聽一下朱學恒的說法 書上面所寫的事情 我也願意接受後續相關的法律流程 跟相關的法律過程 所有的問題 我願意為了我做的事情承認 但是我必須要說 這個真的是我喝到斷片了 沒有辦法有足夠的記憶 跟足夠的判斷力 所以我絕對承擔所有的後續後果 這個是如果我喝酒喝到失去控制 或是我真的不記得我到底做了什麼事情 那就是我的錯 好那你聽到朱學恒是表示說 當時他完全不記得了 是說喝醉酒斷片的一個狀況 但是對於他 但對於被指控的事情 他有做的話 也願意道歉 甚至是付出法律上的責任 像是為你掌握到的最新情形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